老家的乖啦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上课 但是我们的主语 还是要继续学习 好来我们一样的 我们来上我们的第 第 那夏天呢 蚂蚂蚂的时候 就比较会有 蚂蚂蚂蚂就是台风天 我们已经两年 没有台风了 我们两年没有台风 你看我们都是已经是缺水了 多么希望说来一个台风的话 我们最起码 解我们台湾的干渴 那个没有水 现在又要没有水 又要停电停水 真的是很艰巨 现在呢又加上我们的疫情 就没有办法到学校去 上课 甚至就只能叫做 视讯教学 那没关系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课程 那我们现在是 第九课 就是台风 我来念一次我们的课文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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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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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西木 西木 西木就是你们 如果是 西木 西木就是你们 如果是 如果是 苏就是你 一苏就是你 好来 就是我 西木就是你们 煞米 三密是我们 好了 好了 Jewish 是我们 好了 西木 那下台风天的时候呢 你们还有到学校去読书吗 到学校去上课吗 他的回答说 他刚才问是 你们还去学校吗 然后回答 我们就 我们就不去什么 上学了 为什么呢 很危险对不对 风很大 搞不好也会停电啊 搞不好也会滥气啊 我们上上就很会山崩啊 风大的话也很危险 如果是走在马路上面 如果住在外面的话 搞不好人家那个看板 都掉下来 会打到你 所以就很危险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台风警报 台风架 我们都多高兴都要放台风架 小朋友应该是很高兴 那家长就没有很高兴 因为就少了一天的班 好 他就说 我们就没有到学校去了 好 他就说 他说千万不可以什么 离开 千万不可以离开什么 他说千万不要离开家里 记得我们家以前 小时候家里是木造的房子 那个是日本式的那种木造的房子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的门 我们的窗户是 我们窗户是这样哦 要打开的时候是这样 这样就打开 这样就是关起来 我们就把那个关起来 所以呢 那个如果是有一点点风的时候 那个风来 他就会这样子 所以等到那个台风警报的时候 要有台风来的时候 我大阿公很会看天气哦 哇 如果那个 如果说今天下午的时候 那天很红很红 那开始下雨了 那个 那个雨很奇怪 很像有路 就一条一条的 你看得到他这样子 一直走过去 一直走过去这样子 然后我阿公说 哇 你看那个土土买火 那个台风的 台风的路啊 台风的背 你看他在那边走路这样 他的路这样子 他说哦 今天的风会很大 那个时候呢 哦 很好笑哦 那我们家呢 就那个 我的爸爸就从外面这边 哦 把他钉木头 把钉起来 钉起来 要不然就这样钉起来 从外面钉哦 钉钉钉这样子 那这个这个窗户就不会这样子 就不会这样 这样开 然后等到台风过后 再把钉子拔起来 所以你看啊 我们家的那个窗户的门板 外面这边就会有好几个洞 表示说哦 台风来了很多次这样子 但现在的建筑就跟以前就不一样啦 那甚至说还要跑到屋顶 因为我们的屋顶是这样子 要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竹子 把它弄起来 好 绑在地上 绑在地上这样子 以前用个叫做台风准备 那我们现在的台风准备呢 我发现我们现在 Mustbehood的时候 哦呀 有台风警报的时候 大家都跑去哪里 福利社 跑去那个联社啦 跑去哪里 去买泡面啦 买什么的 那我们以前好像没有 没有囤积 囤积食物的那个 观念 只知道说要把房子弄好 那个叫台风准备 好 他说 千万不要到外面去哦 不要离开家里 他就说第四句呢 他说 哦 把棍面 是的 我们知道 这样子 那我们台 台湾也经历过很多次的台风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小林村灭村那一次 那还有小时候 小时候就喜欢台风 那因为 好像我们 老师家里是住山上 住在西口部落 那就 比如说台风 一台风的时候呢 哇 就车子就不能通啦 以前有车子嘛 就没有公车 要不然就是路又怎么样了 哎 就可以放了好几天假 这样 现在 现在很方便 哦 哎 路一不通 那公路局的 就马上就来坐路 以前没有 他要等很多天 那样子 那以前也可以走路 走到学校去 哦 所以 哎 现在很不一样 台风价顶多是放一天 哦 台风当天就放 那以前不是 可以放好几天 哦 好 不是没灰 哦 其实 这个天灾哦 这个天灾该来的就会来 你看这两年没有台风 那我们都没有下 我们的流都快干了 你看那个深温水库都已经变成草原了 已经那个对岸都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过去了 所以祈求呢 赶快下一点 才会有个下 要不然就没有电器 没有电 要没有个下 那我们要怎么生活 对不对 民生用 民生问题就会出现 对不对 好 那就加上现在的疫情 疫情 我们又在家里面 又很热 又没有电器的话 非常的热 电风扇也不能吹 冷气也不能开 那就 那就非常的热 那就很难受 不要说 不要说不是不会灰 好 那我们的第九课 不是不会灰 就是台风 台风叫做 不是不会灰 对不对 那我们还有一个天灾叫做 不是有怒 有怒 这个有一个重点 是为了要分开这个 是跟无 不要在一起 不是有怒 不是有怒 地震 地震 它比较 很难 比较不好预测到 就是前几秒或是前几分钟 才会测到 那台风的话 可能前几天 我们就知道说 台风要来 不是不会灰了 要过几天 可能接近路面了 怎么样怎么样 要经过哪里 但是像这个 不是有怒 的话 就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 那个 就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会来 什么时候 那个 地牛翻身的时候 是有怒 其实后面有一个W 不是有怒 那是无怒 那是无怒 所以呢 这个都是天灾 这都是天灾 没有办法预防的 但是我们就 平常的时候呢 就要做演练 比如说地震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预防 然后台风的时候 我们如何做 台风的预备 当然不要去抢粮食 像现在 像现在 比如说 都不能出去 那之前就很多人 就跑去 那个 商店里面去 讲泡面 讲卫生纸 其实不要太过于恐慌 只要做好自己的疫情 少出门 在家里就可以了 当然在家里 是要学习 不是说在家里 就看电视 打电动 所以像我们现在 就是在学我们的 好 我们看一下剧情练习 我念好了 谁听着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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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 对 天空就会怎么样 天空就会下雨了 天空就会下雨了 天空就不好了 好 再来 黑白杆 是木铁改燕 木铁是什么 很色 对不对 黑白杆是夏天 夏天当然天气很热 现在才5月 你看我们都已经飙到30几度了 所以黑白杆是夏天 所以台风天也都是在夏天出现的 好来 秋天也会有 秋台 秋台比较慢一点的 就叫做秋台 他就赶上差不多10月吧 10月 11月 那时候 好来 黑白杆 夏天的时候呢 天气就很热了 好 再来一个 黑白杆 他说夏天的时候呢 台风也是台风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就很多台风 夏天比较会有台风 好 再来 黑白杆 你看看 黑白杆跟火巴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的桃园的讲法是火巴 火巴火辣是什么 夏大雨 哇 夏大雨很过瘾 多希望 现在好久好久没听到夏大雨 我相信我们台湾人 多么希望什么火巴火辣 来两天火巴火辣的话 我们可能连续来个两天 三天的话 我看我们台湾的那个汉象就会解决了 好 再来 黑白杆跟火火辣 他说夏天的时候呢 会下很大的雨 就是下大雨的时候 天气 好 再来 黑白杆跟火辣 黑白杆跟火辣 或是黑白杆跟火辣 他说夏天的时候 就会雨水就会大 像龙啊 龙就是溪 像冷凉啊 我们的大汗溪都没有水了 好 像小溪一样 何况是小溪 小溪可能潺潺流水了 就已经一点点的水了 好 来我们再念一次 我们再来 MUSBAY HUILGA MWALAKAYAN LA 台湾天的时候呢 就是下雨天 就是雨天 再来 MUSBAY HUILGA MWALAKAYAN LA 台湾天就是坏天气 YAKAY就是不好 YAKAYAN LA 比如说现在阴阴的 像毛毛雨 哦 台湾就说 YAKAYAN LA SOUNI 今天就不能去工作了 只要有太阳的 没有下雨的呢 它们都叫做MWALAKAYAN 就表示说可以工作 好 再来 OBAGAN LA MWGILUKAYAN 夏天的时候天气是热的 好 再来 OBAGAN LA MWASBAY HUILKAYAN 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台风的季节 台风天 再来 OBAGAN LA HOBAKUALAKAYAN 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呢 容易什么 下那个大台风天的时候呢 小孩子们就可以不用读书了 像现在呢 现在疫情这样子呢 小朋友都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了 现在的疫情像这样子 不怒叫做瘟疫 很像是以前 以前那个猪瘟啊 激温啊 现在好像像这样子的传染的病毒 都叫做瘟疫 所以这瘟疫 现在的疫情叫瘟疫 现在的疫情 小朋友们都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上学了 不是台风天 是疫情 我们现在是在躲疫情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了 好 再来是 大台风天的时候呢 爸爸就没有办法到什么田园里面去工作了 好了 好 再来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句型练习把它念完 好 念给你们听可能你们没有带课本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句型练习把它念完 谁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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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叫做瘟疫 因为我们从来的ossa miu i sea miu sa miu sa mu guad lau unmute you y yat 我们就不要到学校去了 台风天的时候 我们是 i я Yat sa miu sa miu sa mu aguas lau ska miu sa mu guad lau 他说大台风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工作了 应该是大人 这个就警告我们 那如果是用在我们现在呢 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绝对不要离开家里 不要到外面去游荡 不要到外面去玩 要在家里面会更安全 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课文 我再练一次我们的课文 好了 mouth pressing 我们再课文 开通 我们的那个课字呢 就是台风 就是离开 离开家里 不是说你要离家出走 不是 是离开家里 走出外面 比如说你要去哪里 去上课 去工作 不是说离家出走 离开家里 是离家出走 好 再来是 离 那只是语助词而已 再来 罢子 罢子 你知道吗 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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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有一个叫做 罢子 还有一个叫做 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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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 我知道 我们知道 或是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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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 就这样 好 那我们的课第九课 M12 会就上到这边 你们要乖乖的在家里 绝对不要到外面去游战 不要到城市那边去 好不好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防疫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